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有圣经给自己的圣经打开 我们在PVT上也有新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 约翰福音是一卷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卷 其实如果你要熟悉的话 你看到第20章的时候 你觉得就应该结束了 对吧 因为第20章他已经讲到了 什么样的像一些门徒显现 然后说 但基这些事是为了叫你们信 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对吧 已经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然后你会发现突然又出现一个21章 所以在这个第21章当中 究竟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分享的话题 我们大家首先将这个经文 我们来读一下 不是21章的全部是1到18节 那同样是按照从我来读单数节 大家读双数节这种方式 我们一起把它来读一下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 又向主显现 他怎样显现 记得下面 有西门彼得和成为地主马的多马 因战彼得的家族 还有西门彼得的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他们说 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 上了船 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说 你们把我们踩在我们的右边 就离门了 他们便踩下往去 经拉不上海了 因为你们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 是主 那时西门彼得去着身子 一听见是主 就竖上一件外衣挑在海里 西门的门徒 一样感觉 没有二百种 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又有饼 新门彼得就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 你们来吃小饭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耶稣从祝福祸以后 向门徒显现 这是第三次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小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的 好 让我们来递走两个 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 借着你自己经上的话语 每一周 每一天 你都召聚我们 你都与我们同在 你都指教我们 你都来光照我们 主我们就求你 福音的能力 福音的大能 能再一次 在我们众人中彰显 主啊 你使我们的心 真的得以 被你所医治 逆转 被你所洁净 主啊 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实在是这样的 软弱 污秽 疲惫的 全人败坏的罪人 主啊 我们深知 你这带主的大能 在我们身上 已经发生作用 但是主啊 我们自己也却常常的 迷失在自己的判断当中 主 我们就求你自己 借着这样的公共的崇拜 借着你经上宝贵的话语 再一次的 挑望我们众人 灵里的火焰 主我们这样的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发现这个约翰福音 其实是跟前三卷福音 不太一样的 对吧 前三卷福音的这个特性 和里边所继续的内容 甚至于风格 都是比较相似 但是约翰福音 就很不一样 因为从时间上来说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 是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 写的这样的一卷书卷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老年人的回忆 我们可以看到 年老的使徒呢 在写下二十一章的这一幕 提比里亚海边的 这一幕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圣灵启示堂 不是他个人的一个回忆录 在圣灵启示堂的 这个光照当中呢 你发现他想起来的是 好多的细节 我还没有到他的这个年纪 但是我大概也知道 好像很多老人 越想起年轻的时候的事情 那些细节是越清晰的 对不对 那么他记得这些的细节 我们可以看到 读完之后 大家不知道你有讲 出现在这次事件当中的 是几个门徒呢 可能你没有查 是吧 是十一个使徒吗 并不是 在第一节你可以查一下 你就知道是七个 是七个使徒 七个门徒 然后呢 还有什么细节呢 提到说 他那个船离这个岸 大概是二百周远 是吧 还提到了 彼得在跳下海 要奔向耶稣之前 都不忘了 先把他的外衣先披上 还提到了说 在岸上 你要注意这顿早餐 是主耶稣亲手 给他的门徒做的 对吗 已经有饼 有鱼了 然后你们先来吃 你们吃的过程当中 把刚才打的鱼 再来拿几条烤上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其中有一个细节 就是那一网鱼 是一百五十三条 对不对 也许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过 这一节的经文和数字 一百五十三 为什么非得写这个一百五十三呢 这个在历史上是正说纷纭的 以前我们讲加克敦信经的时候 我们提到 成功地扳倒了 聂斯托利的 那个亚历山大主教 叫希里尔 希里尔就有一个理论 他说一百五十三呢 是三个部分组成的 是一百加五十加三 一百呢 代表的是 完全的外邦人的数 因为他说 主耶稣有一百只羊嘛 有九十九只好的 有一只迷失了 他就找那一只 意思是主一共一百只羊 所以一百代表外邦人的数字 然后呢 也代表什么 主种子的最大的收成 能够达到一百倍等等 他说一百是完全的 然后五十呢 他说代表的是 将要被聚集的以色列人 然后三是三位一体 他说这叫一百五十三 奥古斯丁有另一种解释 奥古斯丁看起来 比较精通神学和数学 所以呢 这个一百五十三 什么意思呢 他说他跟一个数字 十七有关 十是律法的数目 十界嘛 对吧 七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恩典的数目 圣灵的赏赐 这些是七 十七是什么意思呢 是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 一直加到十七 你有没有算过 这是个叫等差的数列求和 是吧 这个加起来叫一百五十三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巧合 是吧 所以他说 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是神的律法和恩典的一个完全 代表着在律法和恩典当中得救的人 这就是一种律法 数学和神学 再有一个呢 拉丁文圣经的翻译者 耶罗米 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采纳 他是怎么讲的呢 他可能比较精通生物学 和寓意结晶 他说一百五十三的意思是因为 加利利海里边一共有一百五十三种不同的鱼 这一网鱼是一种一条 所以他这个说代表了每一个种类 这个数字象征将来天下万国万族当中都有人得救 这一网就把天下的各国的这种福音的选民就招聚了来 这叫福音生物学 是吧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加利利海真的是就那么多种吗 还是怎么样 然后呢 还有近代的一个神学家叫埃莫顿 他们是说 你们说的都不是 这一段经文是在应验 以西节书当中的三节经文 以西节书47章8节呢 是这样讲 神对我说 这水往东方流去 必下到亚拉巴 直到海 所发出来的水 必流入沿海 使水填 这河水所到之处 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并且因这流来的水 必有极多的鱼 海水也变甜了 这河水所到之处 百物都必生活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 从隐积底 直到隐以格连 都坐晒网之处 那鱼各从其类 好向大海的鱼甚多 他说应验这节的经文 意味着神的恩典开始彰显 尤其 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 我们说希伯来文 希腊文 那个字母都是有数字含义的 对不对 所以他经过他的分析呢 里面提到这几个地名 隐积底 那三个字母的 这不是三个 那是汉字 原文的这个希伯来字母呢 据他所说 加起来的数字是17 而那个隐以格连 加起来是153 这又是一种 这叫什么福音密码学 对吧 又是这样的一种解释 我不知道你听完这几种解释 你会认同哪一种 153条鱼 这个神学就分多种的理解 对不对 不知道你会觉得 哪一种比较有道理 哪一种是更接近于福音的真相 但其实从我个人的来看 我想 其实 关于这类世界的解经的观点 约翰其实已经给出了 就在我们没有读的 后边的几节经文当中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是彼得指着约翰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对不对 他在问别人的这个命运 然后主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是不是 有这样一句话 你说这句话 其实同样 主说 引号 红字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一样又可以有很多的神学解释 对不对 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当时立刻就已经有一种神学解释了 于是在门徒当中传说纳死 对不对 既然主是在末世会再来的嘛 那这个门徒肯定不死 还能等到耶稣再来 可是约翰自己很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说 其实主不是说纳人不死 乃是说 他只是重复了一下这句话 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所以你明白吗 不是每一个事情都一定要解释的 一定有解释的 虽然这个不代表说 神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而是说对我们来说 他的意思究竟是那么多的 那么复杂吗 很容易像153这种问题 很容易带来过度解读 其实要我说 为什么是153条鱼 是因为当时的事实 那网鱼查了一下 就是153条吗 这是一个记忆当中 非常鲜明的细节 而且你可以明白 这种鲜活的细节 是让人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对不对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是借给一个个细节烘托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153条鱼已经告诉了我们 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这个意义还小吗 是吧 这个回忆是真的 不是杜撰出来的 不是编了故事 不是制造了一个预言 而是那一天 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 真的打过那一网鱼 另一网鱼数了153条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很多的过度解读 是不太有必要的 其实如果你查过一些原文的话 你会发现主耶稣 三次问彼得的那个话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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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问的是 是agapo 这是记得这个字吗 agapi 对吧 agapo 第二次却用的是叫做phelo 第三次也是phelo 而约翰的那个 彼得的三次回应 都用的是phelo那个词 我们大家都听过一本书 叫路易斯的四种爱 是吧 在原文当中的这个区分 agapo是圣爱 phelo是人和人的爱 还有什么elos 是什么什么样的爱 还有个什么样的爱 对吧 四种爱 但其实 这样的发挥 在后世是没问题的 因为语言到了这个阶段之后 它真的发生了这个演变 可是在主耶稣 那个使徒的时代 希腊文当中的这两种词 还没有发生这个区分呢 你在福音书当中 处处可见 agapo和phelo是混用的 是混用的 并没有今天你所说的 agapo代表上帝的 而那个代表另一种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福音派 对于神学的误解 就如同同样的这个问答当中说 你牧羊我的小羊 下句话说你牧羊我的羊 是不是 并且你牧羊我的羊 下句话说你喂羊我的羊 这些都不是说要做那种非常深刻的 强烈的区分的 因为这就是他的说话方式 这是我们说不要过度解读的意思 我们说具体的细节带来真实感 这一个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真实 真实就是具体 就是不那么整齐 比如说你看三国演义 大家都读过 曹操去打这个赤壁的支战之前 他说我们这个是大军百万 对不对 你一听就知道这是虚张声势 哪那么准就一百万 其实大家知道是八十几万 对吧 叫做大军百万 这就是虚张声势 反倒是你看见 亚伯拉罕去追击那个四王五王的时候 带着家里的三百一十八位壮丁 是不是 当这样一讲你就知道这是个历史技术 这是个历史真实发生的事件 那点过的就是三百一十八个人 对不对 或者咱们中国古代的那种历史记录 都是这种很模糊的 说我们这个亿万声民 我大汉朝 我大唐朝 我们这个百姓亿万声民 如何如何 你一听就知道 没有做个人口补偿 孤的 是吧 假的 或者说 民书记一笔一笔的给你记载 最后呢 六十万零几千几百几十几人 不是 这是以色列人全部的数字 所以说这样的具体的数字 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真的 假如你跟一个人做生意签合同 那个人告诉你 他说 违约金这东西 你放心 没事 你随便写 我违的约 你说赔多少赔多少 你就要做好 他一定要抵赖的准备了 这个人大概不想跟你真的好好做生意 但是另一个人 比如说 有一次我去外地建一个墙上 那个房子写的什么意思 就是要去卖 因为卖了要抵债 所以卖多少呢 我们这房子就卖 九十七万什么三千几百几十几 就那大黑字上写的 我说这个有意思 这是老实人 这是忠厚的人 也就是他欠的债肯定就是这么多 他这个房子也不想卖更多 他就卖这些钱能够抵的就行了 你就知道这个具体的东西 带来的是真实 所以我说在这个意义上 一百五十三 这里是有神学的 不过这个神学不需要过度解读 因为他已经在告诉你 事件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 但是 具体到一百五十三 可能是不需要解释的 或者说不需要过度解读的 然而就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说 整个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 整个的这件事情 你现在读完一遍之后 你大概同脑当中有一个印象 虽然这叫约翰福音 但是这一章的一个主角是彼得 对吗 他写的是关于彼得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整个这件事 也是没有意义的吗 也是因为我想起来 随手写下来吗 这个就不是了 对不对 如果说你对一百五十三 做过度解读是一种错误 那你对如果整体的提威利亚海边 发生的这一幕 如果你不做解读 那可能是更严重的错误 因为你还记得吗 同样的是这位约翰所说的 在这个本章的最后的一节 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 二十五节 他说你要注意这句话 他说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能不下的 换言之 耶稣的事情做了很多 我不能都写 我一定是选择那最重要的东西 写出来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材料的选取 选取它不是无意义的 对吗 他为什么要记下这件事情 如此西梦如今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件事情 是如此的重要 要写下来呢 这个就不能忽略 这个就不能忽略了 我们需要从整本的圣经 从福音去理解 这到底要说什么 这一件的事情 圣灵启示他写这一件事情 肯定不是随意的 这是我们心里 应该有的一个基本判断 那么这一件主要 关于彼得的事 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想表达什么 我想啊 我猜大家都应该有过一种类似的经历 一种类似的感觉 就是所谓的叫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多的事情你可能是 其实你是没有经历过的 但是它突然发生的时候 你却发现你好像经历过 对吧 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那一刻之前 就有很多的细节的铺垫 好像整个的气氛是一样的 好像整个的路径都是吻合的 但直到最后一刻 最后的一个细节 也出现的时候 你才突然发现 这个事以前我经历过的 对吧 似曾相识的 我想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 据我所知是几乎 绝大多数人都有过 这种类似的一个意思 都有过类似的这种感觉和经历 似曾相识 有些呢你可能没有经历过 但很多是你经历过 但却要极力遗忘的东西 所以你再次经历 你就被唤醒了 这样的一个意思 从这一层的意义上 在这个四月的清晨 在这个提比里亚的海边 可以说些使徒们 同样经历了这一幕 我们可以去想 他们怎么那么 有时候我们从事后的 诸位量的角度来看 好像他们这么很愚蠢的样子 对不对 已经这么明显了 打了一夜的鱼 没有什么收获 岸上站着一个人说 王砸在右边 他们就照着去做 然后一打上鱼很多 直到这个时候才发现 不对啊 这一幕见过的 是不是 这一幕发生过的 可以说在这一刻 这些使徒 肯定是立刻想起了 三年前 他们受呼召的那一刻 就是在路加福音 五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可以 你还记得那个吗 那是耶稣基督 首次呼召他的门徒的 那个时刻 门徒其他的人 要听他讲道 耶稣说这个岸上才拥挤 就到了这个 彼得的船上去 把船撑开 离那个岸远一些 然后讲道 讲完道之后 对西门说 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 同样的那一天也是这样 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 没有打招什么 但是一眼你这样说 我就下网 然后一往下去 圈住许多鱼 是不是 而且要招呼 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 把鱼装满了网 等等 你会发现 这一幕是何其的相似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相似 所以呢 约翰比较敏感 他立刻就说 是主 当他这样喊出来之后 不需要别人求证 真的吗 是吗 你咋知道的 你看见了 为什么呢 没有人这样说 所有人就立刻知道 就 对 就是主 是吧 只不过彼得一贯的 又是冲锋在前 立刻就跳到海里去 要去接近主 你要注意 这一个有趣的区别 意义重大的区别 上一次 这样的神迹 或者说这个事件 发生的时候 彼得是跪下来说 主啊 你远离我 你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这一次 他却要拼命的 要接近耶稣 这是等下 我们要来分析的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在这一个早晨 直到最后一个细节 也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立刻突然明白 这是主 立刻认出了这一刻 认出了这一面 所以我们说 回忆这件事情 是从两个方面来讲 都对一个人的影响 是重大的 以前我经常会想 时间这个事真有意思 回忆这件事情 真的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东西 很多人 据说是生物学家研究过 说金鱼的记忆 只有七秒钟 你八秒钟之前 如果敲过它一下 它就忘了 是吧 人类的记忆 好像不只是七秒 这么简单 人能够记住 过去的很多事情 这个构成了你的经验 甚至于组成了 你的人本身 不过所记住的事情呢 有好也有坏 也有坏 当你再一次的 发现那种 呼召你的神圣的 那个天命之光 又再次照耀你的时候 你会像彼得 像保罗他们 再次鼓起勇气 明白我该在这个世界上 做什么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看什么 但是在这样的 堕落的人间 其实我们说 噩梦更多 悲哀的事情更多 如果不是回忆起 美好的事件呢 如果是当某种 似曾相识的一些 冰冷的 黑暗的 痛苦的 软弱的 污秽的东西 再次袭来 一模一样的细节 又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崩溃 就好像你突然 失去了依靠 失去了盼望 失去了方向 被撕扯 被压榨 那一刻你很清楚的明白 什么叫做 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 有时候我经常会想 也许你可以说 这是一种文学化的想象 你说当这个诺亚 尤其喝醉了的时候 假如看到这个 门外的河水 又在那上涨 它会不会有种 触目惊心的感觉 好像当年的那个洪水 又要来的那个时候 是不是 当这个约瑟 好容易之前的伤害 抚平了一些 过了三年安定的日子 突然又被吓到了监牢 放眼四顾 发现这个监牢的这个墙壁 怎么跟当年在迦南地 被人扔进的那个坑那么像 你能够想象那种感觉吗 尤其当 列王记记载 年老的大卫 有人又给他进贡了一个 美貌的少女叫亚比萨 是不是 是不是 大卫在那一刻 突然发现 怎么和年轻时候的 八十八这么像 非常的触目惊心 所以他拒绝 对不对 一直到有很多这种的问题 你曾经跌倒的 你曾经生命中 最大的软弱 污点 或者是最大的痛苦和伤害 再一次以某种形式 昨日重现的时候 那一刻 整个人会崩溃的 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真的可以说 我们到底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到底有什么不是从恩典而出的呢 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 如果不是恩典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软弱真的不比扫罗 由大人好到哪里去 所以你明白吗 这里边出现了一个东西叫 碳火 你看碳火是没毛病的 但是如果说你从小 你很小的时候 你的家发生过火灾 你是在最后关头 被消防员从窗口上爆出来的 你想你以后是不是见到火灾 就会非常恐惧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一堆的碳火 对使徒 对这七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彼得 尤其是彼得 在那个似曾相识的 他当时在圣殿的院子里边 工会的院子里边 一起在一个碳火旁边烤火 那个使女说 你就是他一挡的 你的口音出卖了 他赌咒发生说 你说错了 我不认识他 之后鸡就叫了 他三次不认主 你记得吗 就是在那个篝火旁 在那个碳火旁 所以当耶稣第三次问他 你爱我们的时候 他是否在这一刻 也同样的猛然惊醒 他是否隐约地又听到了鸡叫呢 这个碳火对他来说 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耶稣这样的三次地问他 不可能让他想不起来 他当年三次的 也不是当年 其实就几十天之前 对吧 他三次的不认主 所以我们说 这一章的记载的这件事情 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时间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是主耶稣已经复活 但是圣灵 也就是五旬节 还尚未来到的 中间的这个空档 这个空档是很微妙的 理性上 使徒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大使命嘛 对吧 我们都清楚 可是你却没有能力 做你什么要做的事情 你还活在一些 过去的捆绑纠缠 怀疑当中 或许作为彼得的 他的压力更大 因为都知道 他是众人的领袖 可是他自己仍然活在那个 虽然众人现在看起来 接纳他 他说打鱼 大家要跟着他打鱼 对不对 但因为他自己 还不能够来放过自己 还不能够饶恕自己 还活在 我怎么会当年三次否认主呢 这样类似的一种捆绑当中 这就是主耶稣 要来问他话的意义 你会发现在经文当中 十四节 约翰特意写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 这是第三次 这是第三次 我们发现 彼得的人生当中 有好多的 跟三次有关的事情 是不是 如果著名的三次不认主 比如这个地方的 耶稣三次问他 你爱不爱我 比如之后 耶稣的又三次 吩咐他 你喂养我的羊 比如到了使徒行传里面 你记不记得 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那个屋顶上 他在默想的时候 见到异象 同样的一个异象 一个大布 包着很多的动物 是吧 有捷径的 有不捷径的 垂下来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他说 主啊 不可 这些是不捷径的 我从小都没有吃过 一连如此 是三次 是吗 主也是亲自的 启示他 神所捷径的 你不可以为不捷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 真的彼得的一生 有好多的 跟这种三次有关的事情 彼得这个人的性格 非常的鲜明 非常的鲜明 我们可以说 众使徒当中 没有人比彼得 冲得更猛 所以也就没有人 比彼得摔得更惨 是不是 其实你说 三次不认主 我们从某个意义上 当然可以说 那说明彼得 他至少坚持到了最后 你其他的一些门徒 不是早早就跑了吗 你这个没有机会 在人面前否认主 是不是 你当然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不过我们还是得说 就像打什么什么 奥网了 还是世界杯 第一轮被淘汰的 一般没人注意 就是到决赛才输了 才会被人纪念 对不对 所以彼得虽然是 坚持到了最后 才失败的 可是他这个失败 反倒比别人的 一开始就放弃 更加引人注目 就好像他说 主啊救我在水里边 虽然你可以说 那这个书面 人家至少在水面上 走了几步啊 对不对 那别人根本在船上 坐着都没有动嘛 但是无论如何 那些没有动的 反倒不需要被讥笑 反倒是出来 走了几步 掉下去的 被人印象的 记得很深刻 他又失败了 他失败了 别人没有失败吗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说 可能交给他的担子就中了 可能彼得的这个失败 就是这么醒目 就是这么刺眼 不过呢 使徒约翰却借着 圣灵的启示 记下了提比里亚海边的 这一幕 这一幕又在告诉我们 福音是什么 就是在这样的福音当中 无论你是像彼得 还是像谁 你曾经搞垮过你自己 或者你搞垮过别人的生命 在主的福音当中 你仍然可以被逆转 被更新 你可以重新开始 你可以重新被洗得干干净净 你可以重新恢复完全的健康 你可以被重新的接纳 你的呼召可以再次的 被明确的确认 这就是福音 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 所以给了他三次的机会 来肯定他的爱 所以我们说 在耶稣的丰盛的恩典 这样的饶恕之下 耶稣用三次爱的宣告 更新和洗去了 他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回忆 所以我们说 在福音当中 那些美好的昨日 是可以重现的 那些曾经的噩梦 是真的可以消失的 因为福音不是麻醉药 以前我们就提到过 它是一场手术 它是一个定位 非常精准的 把相治疗的那种手术 而且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这一点 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宗教 能够做到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彼得是个日本人 强烈的羞耻感 可能让他在 被判主之后 跟犹大一样的做法 切腹自尽 是吧 如果中国人 他连切腹的勇气也没有 心灰意冷 退隐山林 从此隐居 不问世事 对吧 都有可能 可他既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中国人 他是上帝所拣选 耶稣所爱的一位门徒 就在这个意义上 他跟那些其他的什么宗教 领袖的那些弟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的身上有福音 有恩典的记号 他不是一个人 可以称之为榜样的那种人 但他却是一个 真正见证了什么 是福音的那种人 在他的身上 你看得见神的荣耀 你看不见彼得自己的荣耀 所以我们说 耶稣就是在 提匹底亚的海边 在一个好像似曾相识的 当年呼召你的 一样的场景当中 再次来给你动 这场福音的手术 来彻底的医治彼得 就是在他夸口之前 当年 耶稣就对他说过 说 你会在基教两变之前 三次不认我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于是就照着他自己所说的 耶稣来了 让他回头 给他信心 赐他能力 给他勇气 让他好 兼顾他的弟兄 牧养他的群羊 这一台的手术 有两个环节 福音的手术 有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就叫做直面过去 这是耶稣 所在彼得身上 做的第一件事 这是医治的开始 这一幕其实非常的震撼人心 你是在一个炭火旁跌倒的 那我现在就在炭火旁 让你重新站起来 这真是那个意义上的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是不是 既然你三次不认主 那么我就要三次问你 你爱人 因为背叛就是对爱最大的一个反例词 是不是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三次你爱我 圣诀里边 有一次问的是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意思就是 其他的门头都在场 对你彼得说 你爱我 比他们爱我更深吗 你记得彼得曾经说过什么吗 就是众人都跌倒 我是绝对不跌倒 对吧 即便他们都抛弃你 我会跟你 到底 所以耶稣现在问他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他把你带到了当年的事故现场 他让你回到了你跌倒的那一刻 问你 你真的可以看清你自己的过去了吗 你真的认清了你自己了吗 所以主是在 温和地提醒他 你曾经自以为比别人站得更稳 可是你却失去了勇气 所以这一次你发现彼得老老实实的 再也不敢说 主啊 对 我就爱你 比他们都更深 他没有这样说 他说 主啊 你知道我爱 他只能说我 我自己是爱你的 我不再跟别人比较了 我当年夸杀那些海口 无非就是心里总在跟人比较而已 我爱的不是你 我爱的是能够胜过众人的 虚构的 高大上的那个 我的形象 我自己的偶像 我拜的是我自己 我拜的不是耶稣 这就是耶稣让他要面对自己的第一步 真的好像一个从火灾中逃生的人 被主强行的带回了火灾现场 耶稣就是要让别人和一切的罪人 这样的面对过去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残忍 但这个是必要的 这是一种必要的暴力 这也是一种温柔的暴力 这就好像你的伤口 以前我记得是郭牧师讲过这个 如果你的腿或者胳膊打折了 你被错误的接上了 那 医治的第一步 肯定是需要把那个伤口重新砸碎 你明白吗 好把它拆开 以正确的方式接上混合放药 听了就好 对吗 但这是必要的 必须悔改 我们都清楚 可是必须悔改 对于每个人具体落实来 是不一样的 在彼得的问题上 耶稣的这四对他的呼喊 就等于换句话说 就是你不可以推卸责任 你不可以推卸责任 你不可以推卸责任 这就是他要悔改的东西 所以即将要承担起责任的彼得 虽然这么的忧伤 他还是说 主啊 我爱你 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 没有解释 没有争辩 没有恼羞成怒 没有抱怨 没有愤愤不平 有的只是痛悔的 忧伤的心 说主啊 你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我爱你 所以一个人究竟能否悔改 能否承担责任 与你那个噩梦爆发的频率 无关 与你个人的能力大小 无关 只跟你是不是真的爱主有关 当你说你爱神 其实是神爱你 使得你可以爱神的时候 爱就会给你赋予你重新的爱别人的能力 所以耶稣才说你喂养我的羊 你木养我的小羊 爱是一定会给你带来责任和能力的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只能够通过爱别人 证明你爱主 而不能相反 所以说爱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力 同时也是最大的责任 而且这样的耶稣的爱他 虽然是借着让你说爱我来宣告的爱他 也重新的赋予了他使命和十字架 就是后来说的 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 但是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把你竖上 带你上十字架 走一条你不愿意走的路 身不由几个路 那就是后来在罗马彼得的殉道 彼得终于背起了他的十字架 而且是非常实际的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只不过是道德顶 他说我不配合我的主一个死法 这就是福音给人带来的这种 医治 更新 托付 能力 责任和牺牲 爱总是有牺牲的 如果你的爱里面没有付代价 没有牺牲 那就不是爱 当你说你爱基督 你的爱没有代价 没有牺牲 你根本就不是在爱基督 你误会了自己了 这是第一点 直面现场 直面过去 直面事实 这个守住的第二个环节呢 你发现耶稣没有提起他具体的那个罪 他的问题很有意思的 他没有说好吃好喝之后说 彼得 说说你当时咋想的呗 你为啥不认为 我对你这么好 三年 照顾你 给你这么多能力 让你当首席使徒 你为啥不认为 你就是跑了也行 你为什么跟到现场又不认为 没有说这些 对吗 耶稣说的不是问题本身 因为那个你看到的问题本身 其实常常真的就不是问题本身 耶稣针对的是那个问题之下的 之前的那个深层次的 更致命的问题 这才是一致的关键 耶稣没有说 彼得 你现在给我发誓 以后不会再不认为 没有 对吗 他的话的问题实质上是在说 彼得你现在是不是终于明白了 你其实根本不爱我 是这个意思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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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主这样问到第三次 任何人都毛了 对吧 你开始知道 你的随口敷衍是不可以的 你开始面对自己的心 对啊 我爱他吗 如果彼得还是沉浸在一种 什么样的情绪中呢 比如 这太可怕了 我是个基督徒啊 我是使徒啊 我是使徒公子大弟子啊 可是我居然没有认主 我居然背叛了主 这太恐怖了 这太糟糕了 这是悔改吗 这样是悔改吗 这不是悔改 这只是他自己觉得很难受而已 这叫自怜 这不叫悔改 我们说自怜 自怨 自意 这三字 这都不是悔改 你是对自己的这个罪的后果感到难受 你不是对说这个罪得罪的上帝 而感到痛悔 你怕的是后果 所以彼得很可能曾经是一直想用基督信仰 来让自己感觉良好的 他说我可以升上高位 主可是亲口说过 我是彼得 是磐石 教会见在我身上 你们众人都跌倒 我不会跌倒 他们啥也不是 我最爱你 我立行你道理 对吧 我会跟随你道理 我绝对不会离歧你 所以你知道吗 他爱的是情怀 他爱的不是耶稣 他爱的是基督 那个宗教 而不是基督本身 他爱上的是自己虚构出来的 自我的那个幻影 也就是说 爱的是自己这个偶像 他自己虚构出来的 那个完美的高大上的 其实也是被后世天主教 同样方式虚构出来的 那个教皇彼得 他爱的是一个人 他爱的是偶像 不是耶稣 所以耶稣才会来对他说 你需要知道 你的问题的根本原因 唯一的原因 你的更深层的罪 就是你没有真的在跟随我 你跟随的是 你自己虚构出来的自我形象 你爱的是你的良好感觉 你爱的是 你以为非常的完整的 那个宗教 你爱的是一种你理解的福音 你认为的福音 或许你也爱主 但主在你心里 不是守卫 要赐予你那个偶像 所以 彼得的悔改就体现在 他不再说 就像当年一样的 趾高气扬的 信誓淡淡的 我当然更爱你 这还没问吗 没有这样说话 他的悔改就体现在他 老老实实的说 主啊 我爱你 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 在当年他蒙受呼召的那一刻 看到了一个神迹发生 我们这么经验丰富的渔民 打了一夜的鱼 什么都没有打着 结果这个看起来 根本不是渔夫的人说 你在水深之处打 就能打上鱼 一打 果然有 他非常的震惊 他那个自负也好 是一些生活经验 完全被破碎了 所以他当时的反应是 跪下来 说主啊 远离我 我是个罪人 这一幕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当福音没有真正的得着你 当神的恩典没有真正的更新你和医治你的时候 你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 是一出现 我就觉得我很肮脏 觉得我很卑微 觉得我很渺小 你让我觉得我很low 而且你感觉太糟糕了 所以你离开我吧 没有你 我觉得我自己好得多 因为你一再 我怎么觉得我这么讨人厌呢 我自己都烦我自己呢 我满身无悔 这就是他当时的那个实际的意思 不过这一次 彼得却在约翰说 是主 他立刻披上外衣 像一个疯子一样就跳到水里去 就要游到岸上去 就要去接近 就要去抓住耶稣 这一种态度的改变 就是福音和恩典本身所带来的 真正被福音得着的人 是让你会肯定更愿意接近耶稣 而不是说主啊远离我 所以到底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的最关键的信息就是 我和上帝的这种关系 他的决定因素 不是我的过去如何 而是基督的过去如何 不是我做了什么 而是耶稣做了什么 不是我的记录有多么良好 而是基督的记录有多么良好 这才叫福音 这是建立自我形象的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方式 如果你认为自己很好 我给别人都好 我劳苦功高 我问心无愧 我什么都做得完美 我什么都做得没问题 我就算有点问题 那是可以接受的人之常情 我至少比别人都强 你如果以这种方式 就像彼得一样 来建立自我形象 来建立自己的身份 来建立自己的生命 那么只要一旦有任何事情 让你无可辩驳地提醒你的糟糕 失败 肮脏 不愧 你就会崩溃 你的形象被破坏了 对吗 你的情绪就会崩溃 如果你认为你是个很好的 比所有人都好 那么只要有一件事情 显出你的软弱 缺点和失败 你就会说 离开我吧 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福音 你就应该知道 耶稣来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成为你的榜样 当然WWGD 这个也很好啊 但你一定要明白 福音的核心 不是耶稣要成为你的榜样 而是要成为你的代数者 是你的救主 他来不只是告诉你 应该这么生活 应该那么生活 他来的最主要的意思是 我已经活出了完全顺服律法的 完全符合神心意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可以因着代数 归算给你 这就叫福音 所以这一次 彼得没有再恐惧地说 离开我吧 你显得我很隆 而是 主啊 我要向你奔跑 无论我多么糟糕 可是你的完美记录 已经在上帝面前 遮盖了我的所有软弱 这是我的新的自我形象 唯一可能的来源 那是一个吸造的我 所以当彼得 当那一些的人根据福音来重建自己的自我形象的时候 他才开始明白 虽然我是个罪人 但是我已经被拯救了 已经有平安了 虽然我是个罪人 但是神竟然愿意爱我 他宁愿失去一切都不愿意失去我 于是他就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罪了 他终于开始认识到神的甜美 而不是苦涩 神的慈爱 而不是让人觉得恐惧 更深的认识你的罪 认识你的罪下边的罪 罪之前的罪 会让你更加的愿意亲近耶稣 投入他的怀抱 你到底是在你的情绪崩溃 你的软弱污秽 噩梦般的灼致重现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 主啊 教会啊 弟兄姊妹啊 远离我吧 是这样呢 还是我要树上外衣 拼命地跑过去拥抱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自我省察 你爱的是自己的形象 还是神给你更新的形象 你爱的是宗教 还是耶稣 你是个宗教徒 还是基督徒 你信的是福音 还是道德 当一个不信福音的人 看见自己是个失败者的时候 就会对神说 离开我 他会弃绝神 弃绝自己 弃绝所有人 什么事都不想做 当他对自己感到失望的时候 他就会停止去教会 因为会被别人发现你很软弱 而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很软弱 我想让你永远觉得 我是那么完美高大圣 除非你了解福音 真的依靠福音 你才会真的尽你所能的快导到耶稣跟前 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这个逆转和更新 这个时候 彼得和一切的罪人就会说 就好像是在说 耶稣啊 我是不公义的 可是你是公义的 我可以因为你所成就的公义 我穿上你的公义 这就叫因性成义 所以 这就是发生在提比利亚海边 这一件美好的故事 这个福音的故事 我们也愿在福音当中 我们那真正美好的昨日可以重现 那纠缠我们的噩梦 可以真的被胜过和超越 远神的恩典就像得着彼得一样 再次地得着我们 我们的心可以来与圣灵同正 像他一样说 主啊 我爱你 主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天父 因着他自己的恩典 借着你的福音 所重生的神的儿女 主啊 我们虽然有过去的记忆 但是旧事在福音当中 的确已经全都过去 如今的我们是心造人 主我们就求你 使我们真的有那心生的样式 使我们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 使我们愿意接受那最痛苦的破碎 好得着那最完整的重建 主啊 我们求你 使我们不再依赖 自己所虚构出来的自我形象 乃是完全地信靠 主啊 你这个至高的完美的形象 主我们求你亲自地遮盖我们 而不是我们自己去遮盖自己 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福音中 得着逆转与更新 而不是我维持的道德形象 在众人的口当 在自己与别人的比较当中 得到虚假的 这种将我们领入地狱的满足 主我们求你 以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求你 使我们的心真正生发了 可以爱你的心 主啊 好让这样的爱 给我们带来承担责任的能力 给我们带来愿意去接受 为你附上一切牺牲与代价的勇气 主我们这样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给我们影片 谢谢大家